据台湾媒体报道,韩女团EXID成员哈内,日前大方谈到自己的初问,南方是新人韩国铁人三项,国家代表徐米浩,会一起相识之初,过程宛如偶像剧一般。 哈内在30日播出的节目中提到,徐米浩是大他两次的学长,在小学四年级时,两人因一起列铁人三项相识。 后来南方在踢足球时,球不小心击中他,脸上因此出现伤痕,他看到我脸受伤,就对我说一定会负责,那时起开始动了心,从此他便一直暗恋着对方。 有趣的是,哈内透露自己现在仍和徐米浩保持联络,主持人笑亏,那位欧巴一直负责到现在吗? 他则笑说,两人之间没有谈过这么深入的话题,让现场弥漫暧昧的气氛。